美国空军一号缓缓降落南韩乌山空军基地 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任内售次亚洲行 不过他一下机就要直奔这个地方 拜登将前往经济道平泽的三星半导体厂参观 三星副会长李在荣原定今天要出席审判还特地请假 而拜登预计明天才会正式和南韩总统隐形乐召开峰会 22号再转往日本并在访问期间举行美日印澳四方会谈 拜登此行被视作是围堵中国之旅 加上乌尔战争政治安全议题上确实有利美国 只是北韩近期又纯纯欲动可能趁拜登出访再试射飞弹或进行核事 金正恩今年又化身小火箭人至今已射弹高达15次 由于北韩核事危机升高 拜登决定不访问两韩非军事区 除此之外美国还得想办法说不和亚洲的经贸关系 当年川普退出TPP让大陆看到可乘之机 拜登虽然无意重返却宣布将成立IPEF印太经济架构 并带着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和贸易代表戴琪一起出访亚洲 这两年新冠疫情重创全球供应链 拜登积极和亚洲结盟希望解决危机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